我前面改端的涡轮喷气自行车 最快飙到了85公里每小时 我工作时的钓鱼老看了老机动 问我能不能给它录下讲板也改端一个 我说这个好办 也报销一下油费就行 说实话 我也想试试喷气动力在水里能跑多快 这次我是计划直接上两台喷气发动机 水的阻力还是比较大的 水上我感觉跑不到特别快 现在有个问题我比较担心 就是发动机和电路系统是不反水的 万一翻船了 两台发动机可能会一起报废 只能测试的时候稳一点了 全部的控制设备都安装在支架上 动力系统和船体是可以分离的 这样方便安装拆卸 这次油门控制升级了一下 改成了单手遥控器 可以一只手远程控制 安装到船体上是不是有点感觉了 油箱我也升级了一下 用了一个4.5升的超大号水平 就只不知道寒测能远多少 用扎带固定上就全部搞定了 先打一下气 我这个挺是一个充气的 差不多了 可以 把这个扎带剪一下 这个发动机固定完全是靠这几个座子 主要是这个卡扣 锁死了 这样就很方便拆卸 现在把这个尾棋加转一下 这个是用来保持寒向稳定性的 好了 OK 好 来 准备接电 油已经加满了 把电接上 好了 现在是停止状态 准备启动 可以油 点火 可以 没问题 把救生衣穿上 加水试一下 走 散传 滑着桨还是带一个 万一等会儿熄火了回都会无气 掉头 好 我准备启动 来 点火 来了 点了 好了 体重完毕 来了 冲 有一台发动机有问题 它一跑起来它会熄火 一熄火 一熄火还就冒烟了 不知道啥情况 熄火 到岸边检查一下 刚刚就是这边这台发动机 一加油它就熄火 我启动一下 看什么情况 点火了 电池没电了 我现在启动的时候电压10伏 它熄火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更油没了 体重 刚刚把这个窝盆检修了一下 都更惨 算数15000 还能加速 好了 转弯 完成了 从那边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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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这个速度还是18.6 来拉一下 跑了两圈下来 再也没有超过18公里每小时 跑起来有大飞的动静 水滑也特别大 就是这个速度一言难尽 河边大游的手摇拖拉机船 应该都比这个更快 油耗我也算了一下 满油4.5升 差不多可以跑3公里左右 百公里油耗达到了精能的150升 家里不开加油站都会加不起油 第二天我们几个钓鱼佬 增开了这个涡轮喷气冲浪板 去水库钓鱼 前眼包效果拉满 一箱油跑完还没有到钓点 后面不敢继续往远了走 他跑不回去 我们还碰到一个玩快艇的大哥 特意拉了几个拳油门显摆了一下 烂了一个下午 我们三个打归老 愣是一条鱼都没钓到 动静太大了 鱼都不敢咬钩 我感觉哈 这个涡轮喷气船开到海里 鲨鱼都能给吓跑 最后生了一箱油往回走 开到一半又没油了 还是手动滑水回去的 我这也不想玩了 太累了 刚刚一壶油一半都没跑到 就没了 上岸上岸 解脱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还不做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我是木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